开始了 哈啰 大家好 这里是Costmo直播间 大家进来了吗 听得到吗 听得到吗 应该会没想到 浅运过这个一个 都说可以了 好好好 现在我们在张一星的房间市 然后我们现在要去看一下 张一星在干嘛 大家走 跟着我去看一下 走 你好 哈啰 我们是Costmo 现在我们也像这个角度来问你问题吗 那我们直接主题 我们想问几个 是比较感兴趣的问题 然后就是关于你这次演唱会 这是你在上海首场演唱会的设计灵感和 不让造型创意可以透露一些吗 这个要问服装团对吧 他们比较清楚 跟他们沟通了一下就是每一个 每一个不同的 corder 在每一个 不同的这个环节里面 也会有 不一样的曲风的歌曲出来 那按照这个 我会把我的歌手也给他们听一下 然后他们感受一下 就是在这个 这个环节里面 这个歌大概是什么样的风 那个环节里面 那个歌是什么样的风 然后 跟他们说完以后 他们就会按照自己的 这个 专业的 知识 然后去进行服装的搭配 各个身体 嗯 那你有什么 比较感兴趣的穿搭吗 我感兴趣的穿搭就是 你要让我能够跳舞呀 哈哈哈 我就不要太热 好的 因为自己比较热 嗯 好的 因为跳舞 跳起来比较热 嗯 那听说你为演唱会 也一直都在健身 然后最近你一直都在注重 有练 有训练哪一块的肌肉吗 最近比较有 就是经常会训练就是腹肌 然后还有全身肌肉 还有就是肌肉的耐力 因为 从头唱到尾 大概要唱二十首歌吧 所以 二十一首歌 二十一首歌 所以就是 还 对体能的要求还蛮高的 他并不是说 不是说一定要为了那个 哪一块的肌肉好看 而是为了这种体能的旋律比较大 嗯 是的 整体都要很好 那你有怎么理解 时尚跟音乐的关系吗 我觉得他们都 有一些 相似 就是 在追求 游戏 然后 是音乐的 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我觉得就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我觉得就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而且 比方说 我拍muzi video 都经常会要穿到 非常时尚 和潮流的衣服 对 时尚的音乐是不可分离的 都是艺术 都是艺术 这一块 还有 还有就是说 大家 大家好像就拍十张杂志的时候 都会把一些很奇怪的知识 然后你自己在拍十张杂志的时候 有做过什么很难的知识吗 其实没有做过什么很难的知识 有一次就是 可能是那个 在拍摄的时候 他们拍了个照片 他们可能那个手有力 他们可能就是 就是 他们想要的那个动作呢 可能是 那个 嗯 叫什么 嗯 是那种合成的照片 合成的照片 所以他那个手 就放得很不自然 嗯 然后 然后 手可能是要这样 但是他要我的肩 你出来到这儿 我实在是都不到 然后 所以是说 你先稍微再出来一点 我出来努力去做 嗯 出不来了 真的出不来了 因为手在这儿嘛 卡住了 哈哈哈 那您在拍摄 有遇到什么好玩的事情吗 好玩的事情 嗯 就比方说 桌子 桌脚 断了 或者椅子 一被断了 或者是因为自己的动作幅度过大 导致一些公共设施 不是公共设施 就是那个 现场那个set 我个东西被损坏 就容易变成 为什么这样 在我拿到我手里的东西 不要容易坏 那 我还有粉丝的关系 很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非常喜欢戴帽子 就是说你有很多很多帽子 为什么喜欢戴帽子 因为头太大 你穿上头发 不是穿上头发 真的是头太大 这个头围 你真的是 不可估量 就是 显得 还好 其实 帽子戴上的时候 显得头发型 更加帅气妆子 好 那还有粉丝很关心的问题 说你这几天直播的时候 吃三杯 为什么不吃粉丝 你自己都没有注意到 因为粉丝需要用来 珍藏的 明白 好的好的 那最近关于预热演唱会 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很深刻的粉丝评论 最近什么 就在演唱会这一段 这个阶段 有没有粉丝给你一些 比较印象深刻的评论 或者看到粉丝的一些留言 最近 没效果 很忙 很忙很忙 对 然后 然后 昨天看到一些粉丝跟我做的一些视频 还蛮 还蛮 开心的 蛮感动的 粉丝嘛 就是一个永远是那么紫色的存在 一直都是为了爱多而奋斗的存在 给粉丝打个招呼 可以 那我们拿着我们cosmos的标 给粉丝打个招呼吗 cosmos的粉丝欢不代好 我是张一星 那么我们也这样提前慾âm协心 演奏会顺利结束 然后取得圆满成功 nature的圆满成功 那就这样呢 要跟粉丝说的再见吗 拜拜 僧心 辛苦了